随时打倒自己,随时又能把自己拉起来,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自己开导自己,这是一种能力 文章说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,韭菜们被迫接受一个残酷的真相,不论选择何种道路似乎 终究是一场无尽的奔波和苦楚,终极目标都是为了那些高高在上的人服务,那些励志的话就是骗人的 文章说我们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辛苦劳作,却往往感觉像在种下一片无人问津的荒地 我们的每一份努力似乎都只是在向世界证明自己,既然如此,普通人的挣扎有什么意义? 在夜深人静的电子场,青年们弯着腰,目光空洞的盯着流水线上一片又一片的电路板,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有着 出相关的壮志,梦想着在广阔的天地间留下自己的足迹,然而现实却 一次又一次的告诉他们,梦想在这铁与火的世界里显得多么的脆弱,于是他们开始质疑 自己的奋斗是否真的有价值 当手一直在牛肉裹着 对了《统群天帅经》 接着这换取歌运动